明朝是个有骨气的朝代,真正做到了天子守国门,君王此设计,末代明帝崇祯面临内有流贼,外有敌寇的境遇,很有骨气的在井山上吊死了。 有人说,明朝王于党争,大臣们成天窝里板,一派斗一派,很容易就把国家搞垮了。 有人说,明朝王于汉奸,从红城仇到吴三桂,争相给满清效命,多尔滚的铁骑,才能轻易地扣开山海关。 也有人说,明朝是自取灭亡,自从元重唤被杀了之后,大明颓势就不可挽回。 但是,千叶要告诉大家,明朝或许王于太能生了,明朝的皇族繁衍能力非常强悍,到了明墨朱元璋嫡系血脉。 竟然有上百万的人口,百姓的高于不堪负荷,加上天灾人祸,吃不饱的农民皆干而起,终于酿成了明墨流民大乱,出来混得迟早要还得。 朱元璋锦衣玉时的凤子龙孙依依被清算,无一例外地死得很惨,为什么大明皇族如此能生呢? 这跟朱元璋有关系,朱元璋是一个相当抠门的帝王,定给大小官员的新凤,相当于大唐盛世的二十分之一。 官员每年能够领到千两的凤银就算不错了,唐宋时期的诸多当官的福利,到了大明统统没有了。 在大明,当官是一件相当痛苦的事情,又穷还高威,动则就有杖则,杀头的危险。 但是,在大明当王爷是一件相当爽的事情,朱元璋是个慈爱的老祖爷,他早早定下规矩,皇子皇孙们不用工作谋生,只要乖乖地待在王府,每年就有一人一万两的生活费,生一个孩子就能多领一份钱。 各地的王府为了多领点钱,拼命必赛生娃,明洪至五年,山西巡抚扬城上报朝廷,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消息,庆城王朱中一家里又添冰了,他一共有子女九十四人,孙辈一百六十三人。 这在当时,创下了老朱家的生育记录,想想一家子几百口人坐在一起吃饭,那个场面不要太壮观。 朱元璋一辈子生了二十六个儿子,十六个女儿,加上他本人的其他血亲,大明立国之初宗室才有五十八人,永乐年间增至一百二十七人, 家境三十二年一五五三增至一万九千六百一十一人,万历三十二年一六零四又增至八万多人。 大家可以看到,大明皇室的人口是成几何级数增长的,有人口使专家估计,到了明末朱元璋的子孙已经繁衍到了将近一百万人之多。 这是什么概念?对比一下明朝人口顶峰,不过是六千余万人。大清末年皇族仅有两万余人,就知道老朱家是多么热衷于生育。 这些不是生产的皇族,过着奢华的生活,整个国家每六十个人之中,就有一个是朱元璋的子孙。 这个比例也是相当害人的,为什么?因为这些疯子龙孙啥也不会做,他们还要抢占就分的最好的资源,挤占农民的耕地,垄断矿产,食盐等能够生前的产业,如同吸血鬼一样吸食老百姓的高血,越到后面。 这些能生会生的王爷们造成的负担越重,有些省级一生的赋税,也不能供养之繁叶茂的王府旁大开销,河南省一年的财政收入是八十四万弹,而需要供应给王爷一百九十二万十。 家境年间大臣们都意识到这个危机,纷纷指出,借领全书,以不足公路米之伴,以中国之地大乌博,很有可能举全国之力,无法养活朱是一家一姓,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,脑满肠肥的王爷们都太贪婪了。 比如,万利皇帝最心疼的儿子福王朱长荀,他到洛阳就分的时候,万利给了他三十万两银子作为安家费,还赏赐他两万亩粮田,福王占得多了,百姓的耕地就少了,举这个例子就能明白,老朱家的生育竞赛,给全国的百姓造成多么沉重的负担,老百姓越来越穷,越来越多人吃不上饭,再加上天灾人祸的影响,就变成了流民。 张自忠和李自成是两个当时很出色的流民领袖,他们每到一处都会扫荡当地的王府,把府里王爷累年积累的金银财宝抢劫一空,那些平日里作威作福的王爷,个个在捷南逃,曾经富有四海的朱长荀,落在李自成手里,下场很惨,朱长荀是个三百多斤的大胖子,他苦苦哀求李自成放过自己,李自成当众是责他, 如为亲王,富甲天下,当如此饥荒,不肯分发毫比藏镇纪百姓,如奴才也,他不仅财富被洗劫了,本人还被李自成一刀宰杀了,他那胖胖的三躯体,被洗干净,跟鹿肉一起,炖了一锅符,鹿汤,这个情节有些残忍,但是的确是正式记载的事情, 万历最心爱的儿子,被李自成熬成了一锅汤,这怪谁呢,还是老朱家太贪婪了,吸食百姓高血的后果,是朱元璋的龙子龙孙,几乎都不得善终,在明末的农民喜意中被吐露殆尽,老朱家差点连香火都断了,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